常年七十四,周五双数年,小德兰福传之友,增庆岛神父赌经反省。 2024年7月12日,耶稣基督,欧瑟亚先知宣报的天主真的是温柔悲悯的。 虽然,以色列人屡屡犯罪,遗弃了天主父,但是天主没有放弃他们。 被弃了天主父的以色列人其实是悲苦的。 他们崇拜的亚述人不能拯救他们,他们手造的偶像当然只能让他们喝西北风。 在欧瑟亚先知执行任务时,以色列人真的是迷失了。 先知多么希望他们悬崖勒马,像浪子回头故事里面的小儿子一样, 因自己的悲惨结果而后悔,决心要回到父亲的怀抱。 欧瑟亚先知对他们说,天主不会放弃你们,天主在等待着你们的回头。 天主要亲自安慰你们,体认到天主对我们的慈爱, 使我们有力量面对一切的困难和考验,福音读经。 在今天要做一个好的。 明福其实的基督徒是不容易的,世界会憎恨我们。 为见证耶稣,我们会吃苦,被嘲笑。 唯一能让我们坚持到底的,就是对天主的慈爱的坚定信仰。 主耶稣会给我们足够的每天日用粮,特别在圣体圣事里。 知道主耶稣和天父跟我同在。 即使在困苦中、迫害中,我们仍然可以有世界不能给予的平安和喜乐。 复活的主对我们说,不要害怕,我已战胜了世界。